在这个商业的时代里边 你认真赚钱的样子 真的很帅 认真的去搞事业 如果你的关系当中 有去消耗你的能量的 有去消耗你的状态的 你要去调整 不能调整 你就再调整 再不能调整 跟他c过的吧 因为你的时间很宝贵 把你的生命和时间 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这个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要不呢 认真的搞事业 要不呢 多花点时间陪伴你的家人 不要把你的时间 消耗到懊悔上 自责上 内疚上 也不要去抱怨 也不要去悔恨 也不要去自责 你现在要的 就是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战胜困难 去攀登你人生的高峰 也许你终其一生 不能登上这个高峰 但是你在攀登的路上的样子 真的很帅 有很多人说 张老师你不是讲商业的吗 怎么现在一天到晚 给我卖鸡汤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鸡汤和鸡鸡心理学 是不一样的 任何的顶级商学院的创业者 他们都会去修一堂课程 叫鸡鸡心理学 因为创业者什么是最宝贵的 创业者的心理能量 是最宝贵的 所以曾经有一个老师讲过 什么叫一场战役的结束 就是战略双方 其中有一方 失去了战斗意志 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只要我不服输 只要我还在战斗 你就打不败我 所以余敏红老师 是打不死的小强 罗永浩是打不死的小强 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这就是创业者精神 迎难而上 不畏困难 不害怕困难 我们华为的创始人 任正非先生是不是这样的 董明珠女士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去年最惨的老板 余敏红校长 走到今天 我们看到新东方 搬了两倍的股价 是不是这样的 他们在不同的行业 他们有不同的性格 他们有的内向 有的外向 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 就是他们的心理能量很大 所以创业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心理能量 老板拼的不是能力 老板拼的是能量 什么叫能量 对事业的坚定 对事业方向的坚定 遇到困难时面对困难的决心 勇气 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 各位只要你没有离开这个游戏 你就有翻盘的机会 只要你还在坚持 你就有赢的机会 所以创业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打不死的小强 所以老师不可能陪伴在你身边 但是老师希望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给你一些鼓励 在你人生顶峰的时候 给你一些提醒 在你人生的路上 就像你身边的朋友 随时随地在陪伴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做什么大师 我也跟我的伙伴讲 我说你们对我的塑造 不要太夸张 在短视频里面 只要大师 那不是一个包一子 那是一个扁一子 我们要做粉丝的朋友 我们也有知识的盲点 我们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真诚 真诚的去面对我们的用户 输出正能量 输出更好的内容 大家觉得老师这样的观念 是不是大家所需要的商业老师 如果你们喜欢老师这样的态度 喜欢老师这样的观念 也可以了解老师的系统课程 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面 我们更多的是 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信心和方向 但是呢 要系统的学习 逻辑方法 那么在哪里学 365学的是流量 流量转型 营销转型 数字化 营销天地人网 怎么打通多渠道的运营 拍了一定要去听 不要拍了之后就忘了就不去听 买件衣服不穿 挂在衣柜里 不是你的 买了个课不听还是老实的